爆笑台湾省沙雕广告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哥阿问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是不是特别讨厌看广告 就比如这条影片 开头的广告 你们是不是一秒钟都不想看 直接跳过 然后来到正片的内容 但是今天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我们今天视频的内容啊 还是广告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其实一直以来 我也特别的讨厌看广告 比如说你在看影片的时候 突然之间跳出来一条广告 就让你看片的节奏 一下子就乱掉了 让你的思维也乱掉了 关键这些广告啊 也不是说立马可以关掉 还要等上几秒才能跳过 所以说令人非常的抓狂 但是最近我在看台湾广告的时候啊 我看着看着竟然没有跳过广告 一直看到了结尾 我觉得台湾的广告非常有创意 非常的搞笑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盘点那些有趣搞笑的台湾广告 其实对于台湾广告的幽默与搞笑啊 从他们大街上的广告牌就可以看出来 之前有大陆朋友去过台湾 他们说看到台湾大街上的广告牌啊 觉得很有创意 很搞笑 因为他们那边很喜欢用这种谐音梗 我们举些例子啊 比如说在台湾街头看到了一些电招牌啊 像这个药灵管这个是一个武术管 国术管啊用的这个药灵管啊和那个药灵管那种意思谐音差不多啊 还有说琴家母 他的谐音就是琴家母啊 他们用的都是这种谐音梗啊 24小时应该是一个24小时的贩卖机 下面还有一个什么五六不能亡 五六不能亡是什么意思啊 我不太懂啊 旁边是一个叫做香奈儿 香奈儿 就香奈儿啊和这个国际名牌血腥梗 还有一个叫做减大便啊 叫减大便宜 大便宜 你我看成减大便了 这是这个创意真的是让我想不到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还有这个旁边的摊贩 电机台啊 台积电应该是反过来念啊 台积电 他是跟那个台湾的芯片公司台积电啊 谐音 他这个非常的有创意啊 哈哈哈哈 还有这个招牌无恶不做啊 就是应该是一个饭店啊 就是你饿了就要坐下来吃饭 和那个成语无恶不做啊 这也是一个谐音梗人啊 这个叫做明茶暗访 应该是一个奶茶店还是什么茶叶店吧 用也是这个谐音梗啊明茶暗访 还有的是一些无厘头的广告啊 比如说这个招聘广告招服务员 他说喜欢玩水吗 那你来洗碗 这个无厘头风格啊 跟周英词那个有点差不多啊 还有个是鸭子贫血暂停供应啊 就是鸭血已经卖完了 他就说鸭子贫血啊 已经不够卖的了啊 非常有意思啊 哈哈哈哈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台湾大街上的广告牌 他们这种谐音梗 这种无厘头啊 已经是让人捧腹大笑了啊 其实电视上的广告啊 更加有趣更加搞笑啊 那接下来我们盘点几个台湾搞笑的电视广告啊 非常有意思 我们来看这个广告啊 这个广告是一个古装片 一个形式啊 描写的是一个战场 这广告我现在还不知道他是在做什么广告啊 我们一边看一边来拆啊 这个应该是我觉得他应该是花木男吧 啊这个是你看演员在叫这个伤员是吧 啊花木兰就是花木兰 替父从军吧 我们小时候学过吗 女扮男装是吧 然后这个他的队友受伤了啊 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广告的这个是什么广告啊 你不会有事的 这个广告很有代入感啊 这个演员也是很卖力很尽力啊 这位叫做胖虎的好像已经挂了啊 已经鸽屁了 哎怎么又活了 啊现在已经拿出产品了啊 是什么啊 哈哈啊 啊这个应该是魏登金吧这个是啊 木兰 我要死了 哈哈 有句话我要亲口对你说 我好煽情啊 我爱你啊 这个好煽情 这个广告很有剧情感啊你看 你看 你不会知道 准备好了吗 哇太夸张了吧 哈哈哈哈 啊是 用这个 卫生巾去止血啊 啊 啊 这个人怎么变掉了啊 就是 哈哈哈 啊 这个卫生巾吸血太厉害了 哈哈哈哈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台湾卫生巾的广告 非常有创意啊 最后是把人吸干了啊 说明啊 他这个产品的这个吸量非常大 是吧 容量非常大 人的血都吸干了 在这个搞笑的同时啊 也是介绍了这个产品的优点啊 我觉得非常搞笑非常有创意啊 但是像这样的广告啊 在大陆绝对不可能上电视的 也不会审核通货的啊 大陆的像这种卫生间的广告 就非常的传统啊 你们看一下 和这个台湾的广告比起来啊 有什么不一样啊 这是大陆的微生间广告啊 就是一个卡通一样的啊 然后非常的中规中矩啊 就是介绍产品 那什么都没有 什么剧情都没有 对吧 然后介绍这个他的一个优点 直接用视频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中规中矩的啊 像这样的广告 我是不会看的啊 就是说我肯定是会跳过去 像那种有情节的 像刚才台湾的 有情节的广告 我可能会哎 看下去哎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像这样的广告 我一秒钟都不想看 是不是 这就是你看这个广告的差别啊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台湾搞笑的广告啊 这个应该是啊 这个是妾女幽魂的一个剧情广告啊 那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 这个 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我都忘掉了 这小倩吧 是什么 这是最新的玩意儿 快打给全国电子 全国电子 您好 什么玩意儿 这是一个全国电子什么广告 对我要打开这个档案 太无厘头了吧 哇 这是什么广告 真的是太搞笑了吧 像这样的古装剧情广告 觉得很有意思啊 我都看完了啊 觉得很幽默很搞笑 前几天啊 母亲节 我又看到台湾那个关于母亲节的广告啊 是关于淘宝的 也是非常搞笑啊 他是用了这个 谐音梗呢 好像是骂人一样的 但是 不是骂人的啊 我们看一下 你根本就不懂我 我懂 我懂你老木 懂你老木 哈哈 我好喜欢啊 淘宝台湾最懂妈妈的平台 全场零元免运 下单抽十万元梦金 比你更懂你老木 他是母亲节宣传淘宝的啊 东西老木 哈哈 但是像这样的广告啊 类似于这种谐音梗骂人的广告 在大陆啊 基本上 不管是网络平台 还是电视上 都不会审额通过的啊 就是基本上都看不到 我们在大陆看的广告都是 中规中矩的啊 都是啊 没有一点创意啊 都是千篇一律的 都是非常正经的啊 这种广告啊 我觉得没有台湾这样的创意好 台湾这样的广告 我还能有兴趣看下去 但是大陆这样的广告 我一秒钟 都看不下去啊 除了这些有创意搞笑的广告视频 让你能够记住产品 让你能够看完视频之外 还有一些广告啊 你看前面 压根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广告 直到这个影片结束 你才知道啊 原来他是做这样的广告 也是让你能够 从头看到结尾的广告 而且也是让你能够记住 这样的产品 记住这样的品牌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几个台湾的广告 我们只看前面 不看结尾的产品 看看你们能不能猜出来 这是什么广告 到最后我来揭晓一下答案 那接下来我们先看广告啊 健康检查中心 这难道是一个体检的广告 不太像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到水桶里面 直到现在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什么广告啊 你们能猜出来吗 这是关于健康测试的啊 这个挺有专业啊 新电图就是医生来画的啊 这是什么广告 影片看完了 各位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 反正我是不知道啊 估计之前看过这个广告的 应该知道答案 那么我们不着急 我们到最后来揭晓答案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广告 看你能不能猜出来这是什么广告啊 一对情侣女 你回来我等你好久 你发射 你发射 嗯 答应我你会好好的 好美哦 没有你美 好美哦 没有你美 又是一情侣 我们分手 好 你手机没拿 什么管理 你爱我吗 分开 分手 什么意思啊 是什么广告 有点看不懂 这什么意思啊 说分手就分手啊 这什么广告 说分手就分手 对吧 没有任何的脱离带水 这什么广告 我想不出来啊 这是什么广告啊 接下来是揭晓答案的时间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广告 它是什么广告 热水器啊 原来这是热水器的广告 你有没有猜对了 但是看的前面我是完全不知道啊 原来这是一个热水器的广告 太牛了 太牛了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是什么广告啊 我帮我想分开 好啊 答应我你会玩玩的 啊原来是刀的广告 干净利落啊 他是说分手干净利落 对吧 不脱离带水的 原来是刀的广告 这两个广告的答案你猜对了吗 反正我是一个都没猜对啊 看着台湾的广告啊 我觉得非常有创意啊 非常的搞笑 在大陆啊像这样的广告 几乎是看不到啊 也是不会审核通过的啊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广告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 其实他的这个社会环境啊 是比较open的 是比较开放的 比较自由的啊 不会是像大陆这样层层审核啊 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优点啊 那今天的视频啊 又是被我水了一起啊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所以说我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都能享受快乐 那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啊拜拜